好 不管是开车或骑车上路的时候 绝对要注意安全 因为路上真的是危机四伏 在去年2月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案例 他是台中的一名清洁队员 开着垃圾车在路口要转弯的时候 结果撞上了一个左转的骑士 这名骑士最后伤重不治 这家属认为这个清洁队员超速 所以才撞死人 因此提告国陪 现在法院是认为双方各有一半的过失 也判台中市环保局必须赔偿 骑士家属157万 全案还可以上诉 垃圾车超速往前开 骑在一旁的机车骑士左转 垃圾车刹车不及撞了上去 机车卡在车底骑士伤重不治 这是发生在去年2月的死亡车祸 地点在台中大理区提风路的梯子路口 家属不满清洁队员超速撞死亲人 因此提告国陪 法院判决出炉判台中市环保局 需赔偿骑士家属157万多元 存案可以上诉 是那一种闷着头工作的那一种同仁 他那一天会发生车祸 是因为他急着要去收印第二趟的垃圾 导致于在经过那条路的时候 车速可能稍微快了一点 才会导致导致发生不幸的事情 清洁队表示车祸发生后肇事的真信 清洁员已经被调离 驾驶垃圾车的职位也有积极和家属和解 诉讼的结果是我们需要给付385万 那之前呢我们已经有给付了200万强制钱的部分 我们后续还会尊重的判决 清洁队说已经申请200万的保险利赔金给家属 会尊重司法判决再赔157万多元 不会上诉 未来会加强垃圾车驾驶的员工训练 避免车祸遗憾再度发生 华文新闻宏宏联会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